是時候要公開六合彩發達秘笈的秘訣 我們已經擇了哪一天 接下來的二世年的五月四號 是 中五十二點 八字是甲神年 冒神月 冒神日 冒午時 全部都是冒土 哪些人最容易獲得哪座天才 是甲木的日主 和月木的日主 甲木是第一的 最容易是偏才 因為甲木木土為偏才 然後月木木土是正才 但是因為月誘日 有機會雙合的特性 本身也有機會中 因為木財星是屬土 屬土是幸運的數字是八個數 八數買一張八個字的電路費 就可以了 是不需要自己想一想號 是交遊的天 希望各位就少少去 少少去玩一下 不需要多買 我們說中這些偏才 是上一世收落的福分 其實我們教了這個方法 我們都是給你一個辦法 讓你知道 你更容易得到你上一世的福分 更容易得到你便會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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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